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密集分布的自然保护区 共同孕育出北回归线上独特的生物王国 本期节目考察队将从广西重做出发 一路向东 穿越北回归线中国段上的广西陆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西重做白头叶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西大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广东省的顶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保护区 经过长途跋涉 靠插队到达的第一站 是广西陆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世代物浓的农尾红 能听懂保护区里十几种鸟类的语言 它每天要做的事就是按照特定的线路 带领游客去观看和拍摄保护区里的各种养类 这是建了白色兰蟹过来施那木杆 后来我们就用那木杆来拜 在广西陆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有一种叫陆港碎梅的美丽森林 2005年 科学家首次在这片区域发现这个新物种 并命名为陆港碎梅 广西陆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处于热带和亚热带过渡地带的北回归县地区 雨量充沛 气温适宜 为生物种群的多样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陆港碎梅被发现之后 国内外官鸟拍鸟爱好者慕名而来 这里逐渐成了各地鸟友们的聚集地 由此也带动了当地的生态绿游经济 进那个鸟顶的时候 要根据这个鸟的习性 它的环境要搞一下 考察队发现 陆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 越来越多的村民正通过为游客们引路 及讲解鸟类知识 自愿参与到鸟类和生态系统的保护工作当中 专家们一致认为 村民和游客之间达成的这种互动方式 既与生态系统的维护相互相成 也对陆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开发 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广西陆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维护 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典型样本之一 考察队离开广西陆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继续向东 穿过高山峡谷 跨过左江 行进在茫茫苍苍的原始密林中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 终于抵达了一百千米外的 广西虫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广西虫左白头叶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东西长约七十五千米 南北宽约四十八千米 这里生活着中国特有的动物 白头叶猴 它是灵长类家族中 唯一由中国科学家发现并命名的物种 目前世界上仅存不到一千只 其数量甚至比国宝大熊猫还少 从一九九六年开始 国家专门成立了研究小组 此后众多动物专家 到重左罗白乡六关山 开展白头叶猴的研究保护工作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黄承明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走了那么长的时间 到那边去看看 黄承明 黄承明 生态学博士 常年致力于珍稀野生动物研究 他将带领我们推开一扇 近距离接触珍稀野生动物的大门 你们后面注意一下 这石头很锋利 别划了手 黄承明告诉我们 白头叶猴生性胆小鸡们 无法近距离观察 因此拍摄他们的资料成为难题 为了更好地观察 白头叶猴猴群的生存形态 凌晨五点 考察队和当地常年拍摄 白头叶猴的摄影师 蒙新良 走进了白头叶猴的活动区 那些大猴的出来 早上先去理一下毛 就像人一样 起乡了就疏口刹牙 就开始去采吃了 在白头叶猴生活的山崖对岸 左江北侧则是黑叶猴的芒果 虽然有着很近的亲缘关系 却因为一江之隔 老死不相往来 并且呈现出不同的相貌特征 然后我们可以到那边去看下去 经过一番考察 专家了解到 这种奇特的现象 可能与左江沿岸的地质变化 密切相关 有这个地质上的证据 就推断 大概三百万年以前 当时的江面没有那么快 大约几百万年前 被回归县持续多雨的气候 导致左江水位上涨 不断融食山体 使河谷变宽 逐渐形成左江两岸的地理隔离 黑叶猴为了躲避天敌 使毛发的颜色与周围黑白相间的山体 更为接近 从而诱发基因突变 最终演化成现在的模样 白头业后的祖箱都是黑色的 那么在望北扩散的过程中 适应环境发生一些各种各样的突变 大自然是神奇的 自然环境的微小而持久变化 有可能带来生物种群的进化差异 山河变迁而形成的地理隔绝 在中国被回归线上 形成了物种基因突变的生物器官 这些跳跃在山间的白头精灵 引发出考察队关于生命演化 与自然环境的深度思考 伴着这些思考 考察队继续向东 途经北回归线标志塔 五名标志塔 进入了广西大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我们要寻找的标志性物种 摇山乐西就生活在这里 民国十七年 国立中山大学的一支生物系考察队 在今天广西金秀瑶祖自治县 罗湘湘熊武村 发现形似蜥蜴 尾巴缺下鳄鱼的爬行动物 1930年国外专家将它认定为 心科 心属 心种 并以此种蜥蜴外貌颇向鳄鱼而鸣 由于鳄西最早被发现于摇山 故意摇山鳄西相成 厄西在经过第四冰期以后 可以存活下来 跟它所需要的生存的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大摇山这个地方 它地处北回归线上 是北回归线上的一个温室 黄华苑 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医学院副教授 多年从事摇山鳄西生境状况研究工作 它将带领我们探寻摇山鳄西的踪迹 和野外生存环境 黄教授在当年发行过摇山鳄西的水域附近 展开搜索 您过来看一下电视 你说恶西啊 这个不是 这是娃娃鱼 嗯 也叫中国大尼 它跟恶西不是一个磕的 数次翻山越岭寻找 黄教授依然没有找到恶西的踪迹 向导告诉我们 在保护区深处 有一条人际罕至的钩骨 据说 那里曾经发现过摇山恶西的身影 考察队决定沿着溪流溯源而上 在保护区的核心地带 我们终于有所发现 不要吃伤 经过千辛万苦 考察队终于在一条河谷上的树枝丛中 发现恶西 这条应该是磁性的 你看它的颜色都比较浅 应该是 这是从恐龙时代生存至今的远古生物 作为第四季冰川期 结疑物种 摇山恶西 在地球上大约生存了上亿年 那么 这个长相独特的小精灵 是如何度过地球灾变期 并延续至今的呢 研究发现 大约在二三百万年前 随着冰川期的到来 严寒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 地球上很多物种 没能躲过这场劫难 而大摇山恰巧位于 北回归县热带与亚热带的故渡区 相对适宜的气候 加上幽深的峡谷地带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 较为稳定的生存环境 因此 这里成为了摇山恶西 最理想的避难所 在地球北回归县沿线很多地方 气候干热 生物缭络 但是总能看到 史前脊椎动物蜥蜴的身影 大小形态各异的蜥蜴 在严苦的环境中 不惜改变自己的体型和习性 以适应大自然的千变万化 谱写着一首首生命的赞歌 发生在北回归县上的奇迹 远不止于此 生物种群繁多的大摇山 拥有多种世界级的珍稀物种 除了摇山恶西 考察队还在这里 意外找到了世界上 体型最大的昆虫 中国巨竹节虫 中国巨竹节虫 是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 正常赵丽发现的一个竹节虫星物种 62.4厘米的体长 刷新了世界昆虫的最长记录 为此赵丽经常和她的助手 深入大摇山腹地 研究这种巨型昆虫的习性 生活环境和北回归县气候带之间的联系 我去看这儿鳞像非常之好 对 对 对 哪 哪 好大一只 轻轻地抓它 它抓得很紧 它底下很难抓的 好 好 终于下来了 好不容易 要不然咱们测量一下 看看它到底多长 好前脚伸直了 多长 21 再测一下身体 21 31加上20厘米 有说它足足这条虫子有半米长了 中国巨竹节虫 种群数量稀少 目前发现只分布在广西境内北回归县附近 海拔1000至1400米的山地 它改变了过去 人们对巨大的昆虫 只分布在热带地区的普遍认知 考察队离开大摇山 途经以丹下地貌称奇的太平师山国家森林公园 天然大洋库 盘龙峡生态绿游景区 到达了400多千米外的顶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从大摇山到顶湖山 我们明显感到地势逐渐变得平缓 人口也更加密集 北回归县在它的北侧 人量丰富带来了这一块比较独特的植物 动物 顶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广东赵庆市顶湖区 距离广州市不足一百千米 作为华南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这里生长着2500多种高等植物 越占广东省植物总数的四分之一 成为我国生态保护研究的重要基地 1956年6月30日 秉治 钱重树等五位著名科学家 率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提出了 关于请政府在全国各省区 划定天然森林禁伐区 保存自然植被 以供科学研究的需要案 该提案获得通过 市领湖山被确立为 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成为了我国自然保护的先驱和样板 这个山很大啊 植被也很茂盛 像那边那一片经常有白钱活动 80后的范宗季 自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毕业之后 就来到这里 当很多年轻人都向往城市的车水马龙时 他却偏偏爱上了城市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顶湖山 他的主要工作就是监测保护区内的动物和植物 这红外相机主要还是安装在 就是有动物活动的地方 这有一条沟 动物能经常过来喝水 白钱是顶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标志性动物之一 像这样的珍稀动物 顶湖山有近千种 其中包括猎灵 穿山甲 和小灵包等35种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考察队了解到 在中国所有的生态保护区中 顶湖山博家级自然保护区 是离城市最近的一个森林类型保护区 城市在林中 瀑布在城中 森林与城市融为一体 这里成为自然与城市和谐共存的典范 目前我国建有400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其中分布在北回归线上的就有百余个 这些保护区以生态系统类和野生生物类保护区为主 使我国的陆地生态系统 野生动物种群和高等植物群落 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接下来考察队将继续往东前行 途经开平 佛山 广州 走进生活在北回归线江河湖海之间的人们 探寻碉楼的前世今生 记录桑鸡鱼塘千年不衰的荣光 品读广州港的沧桑变幻 静南珠江三角株的山水行圣 海纳百川